目前,由郑凯、林峰主演的悬疑题材电视剧也频繁正在热播中 而作为妻子团的苗苗和张新月也是先后多次发博为自家老公打扣 12月12日,苗苗大放PO出自己追老公新剧的照片 而且还是在室外追剧 这迷恋老公的程度简直就是郑凯的头号铁粉 在《也频繁》中,郑凯饰演警察纪凡 伴随案件线索进一步解锁 纪凡得知自己的哥哥和父亲都是案子的重要嫌疑人 对此,不少网友都在线心疼起季凡来 苗苗也是一样,苗苗发文直呼季凡是EMO男主 觉得她十分可怜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苗苗还将这份情绪带到了现实生活中 手捧笔记本追老公新剧的她 单手撑头表情哀伤,是真的很心疼老公 由此也可以看出,婚姻生活中的苗苗一定是非常体贴郑凯的 对于在线心疼起自家老公来的苗苗 身为当事人的郑凯,不忘甜蜜与其互动 郑凯撒娇喊话苗苗求抱抱 然后苗苗很快就给出抱抱的回复 小两口你浓我浓的样子,真的是好浪漫啊 除此之外,面被网友询问自己 看自家老公感情戏什么感觉时 苗苗也做出了回应 苗苗大赞老公郑凯演得非常好 表现得十分大方,一点都没有促意 也正是因为这句话 苗苗或网友大赞专业演员的素养 话说回来 前几日苗苗还换了情侣头像 为郑凯新剧打扣 不仅如此,此前现身老公新电影首映里的她 更是当众表白老公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都一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 做你坚强的后盾 郑凯当场感动落泪 的确,苗苗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为了让老公郑凯更好的工作 同样是演员的苗苗 结婚后很少拍戏 一心照顾家庭和女儿 做起郑凯背后的那个女人 身边有着苗苗这样一位贤惠又漂亮的老婆 婚前有着夜店小王子称号的郑凯婚后变得十分顾家 除了忙工作就是陪伴家人 近日,苗苗就分享出 和老公郑凯与朋友们一起户外露营的Vlog 夫妻两个一起牵手逛街买露营用的东西 而来到营地后 夫妻俩一起配合着干活 默契十足 苗苗还现场教老公冲咖啡 浪漫又富有烟火气的生活 真的好幸福啊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郑凯和苗苗一直没有举办婚礼 不过,郑凯受访时曾透露会补办 期待他们的婚礼啊 免责声明,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如有版权请联系删除